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新入富裕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 香港就是被你帮垃圾搞乱了 挥柴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早上又来走一转山 在山头上今天真的很多人走 很多人都认得Man哥 都跟Man哥说一声 支持啊 加油啊 都有数十人 但是也有很多反对者 其中只有一两个出声 通常我叫他 拿个手机 你这么聪明代表香港 不如你说两句吧 那些人又是说都不敢 走都走不及 Man哥好懂对着这些人 你骂我无所谓的 见仰骂咯 见仰骂我觉得你们威了 但是个个都不敢见仰 那你代什么表香港啊 我理直起葬的 你们那些人又怕死 又怕见仰又怕出仰 嗯 说什么呢 你一出声我就拍你了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不怕见仰的 大家当口露灭 四四六六 你讲你的道理 我讲的道理 你多么光阔香港 多么去抗 搞抗争 怎样去搞恋香港 大家上镜去谈 是吧 好 今天我想说回个话题 就是 之前过两天前 我追击过许智峰 许智峰 因为一宗案件就在上法庭 他昨天刚刚搬来立法会 有些访问就访问他 现在甚可怜了 又说他的家人 他老婆又怕别人禁门钟声 又怕电话声 又怕被敲门声 又怕被敲门声 小小事都扎醒 又怕被人拘捕 接着他对子女呢 他对子女回到学校的同学都问他 你爹地是不是被人拘捕啊 你爹地会不会坐牢啊 你爹地做什么犯法的行为 是的 又要被人拘捕去坐牢啊 我那天都收了个电话 我都有跟许智峰 真的他肯答我嘴的 答我嘴就说 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去受刑 因为他经常说我收共产党钱 我没有的 我一路就一腔热血出来骂他们 说他们搞乱香港 就是影响到你家人 你看一下你家人怎么过 你收美国几年 或者你未够坐牢怎么过 那他现在真的 你看到他的访问 他其实都 他自己出来抗争没问题 但是你看一下 现在他老婆又担惊受怕 他的子女同学又以他为耻辱 那我阿曼哥 出来六年了 我们走得正站得正 真是去为香港发声 从来守法 没有他们什么肢体冲撞 又要为香港 又要搞抗争 那这些呢 他们做了些事情 就存在 现在一路的果报就回去 不止是他的 他的老婆 他的家人 他的小朋友 他还说介绍他的议员办事处助理 他说写封信介绍他找工作 他都说他自己写信是死亡资讯 我们真的有 如果回到大陆 我们都会有人支持 就是看下你们 为香港抗争的抗争者 我就看下你们 还有多少人支持 大家放长先 放长眼去看看 我又不相信中国大陆会落 但是我就信 你们这帮搞乱香港的 乱港分子 真是卖国财 就一定会落 我看下你们 什么香港人 荣光那些 你们可以搞得多久 尤其是杜汶泽 自己开公司 我看下你们 什么时候蝕死 蝕到渣都没有 什么时候再离开香港 大家拭目以待 对吧 还剩下一些纪念品 洩漏给我们的东西 今天就会全部撤走 现在是我最后一天 回来合法会 我的回忆都不是这间房 我的回忆都是街头 怎样松口气 家里其实是所承受的压力 几难为外人倒 譬如过去三个月都被上门拘捕 到现在离开议会这段时间 夜晚多了一点时间 一起看电影 太太在沙发睡着了 电影里面的门钟声 会令我太太整个弹起 而且要安抚小朋友 他们小孩 无端端经常说 警察来抓人 然后上新闻 同学问她的爸爸 是否要坐牢 要疏离他们 立法会对我来说是战场 是沙场 清了一些东西 感觉好像清了一些子弹壳 清理回现场 过去立法会给我的印象 是抗争的多 是文斗 没有斗都好 都在那里斗 从来都没有一刻 觉得这里很有归属感 对一些同事都是有愧疚的 其中之一就是 其实说帮她找工作 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多数都是失业代业 在我们这一代人 做议员有的人物 对他们来说是妇女 许智峰中的转介信 是死亡之物 这几年发生过的 给我的经历 一些眼界 或者一些思考 我觉得要好好地整理疏理一下 尤其是我们这班人 要帮忙告诉市民 未来要怎样走 这一刻可能不是很具体的答案 但我们自己觉得 有多些这个角色 要背起来未来 因为现在的红线定到这样 传统民主派也好 不同阵营也好 甚至一个民主派都不放你进去 全部DQ了 我觉得都绝对有可能 要在它控制到的范围里面 去参与去从政 我们要考虑价值有多大 如果我们看到价值 无论是资源上 策略上 战略上 都为民主运动可以有好处 我们就会去 Hello 又是Man哥 Man哥想说一下 最近的法官判的案子 都判得挺好的 刚刚有个34岁的女助户 晚上八驱开花 他又走出来 带着雷射笔 那些官星笔 被警察抓了 地方法院的裁判官 裁判官判了他半年 半年 我觉得 带着一枝笔 都要判半年 都重的 所以他们现在的判刑 是真的比较合理了一点 所以对他们来说 都有些警惕性 那我们越来越看着 那应该 未来的法院的判决 都会越来越有很多好消息 尤其是现在很多暴动罪都上法庭 会看到很多暴动罪都要判三年或以上 大家逐渐留意多些 他说因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受制裁 是他的荣幸 Hello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又来到水塘行山 说回昨天 我们的特首 好搞笑 他说被外国制裁 所以 没有银行户口 结果他每次出粮 就有一大堆现金 放在他的家里 他说他家里有很多钱 是否就是说我们平民百姓很少钱 有时我们的特首就是坚尼地 他心底是好的 很疼小朋友 但是 现在香港的小朋友 越重他就越出禍 你看到现在的小朋友 不听人说之外 不听人说之外 还在搞到乱七八糟 就是去年香港被人破坏了 搞到乱了 就是这样 我们不可以不理 你对小朋友 如果他真的做得不好 你真的给适当的教育 或者给适当的懲罰 他们都需要 不可以让他们一扭计 就要派堂给他们 这些对整个香港 都是有损无益 你看到现在的疫情 越来越严重 每天都差不多接近100宗 看到现在香港 我们正常人 真的远离一些城市 去一下郊野 健健康康就最好了 当然了 我们man哥去到哪里 都很多人认识 好像刚才又有一帮 废青、废老 指着man哥 又在这里 想说man哥 但我看看他会不会出声 如果出声 我又跟他聊天 看看是否愿意去见人 现在又走得很远了 通常走了才会说两句 我们依然都会为香港正常人 正正常上去发声 对于一些搞乱香港的人 我们依然是很鄙视 而且适当的时候 就会跟他们据理力真的 man哥今天在水堂 直击讲政治时事 就这么多了 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伸入苦悦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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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